今天晚上3月一起討論 其實剛剛聽到幾件事情 大學區長也有興趣 高板志文從小就認識他 臺灣的音樂教育受他很大的影響 我們當時沒有什麼失之 高板老師他可以從小弟弟 交到大體情緒 還要組織了這個學術團 這個跟我們快要去救法山學院 我們的禮堂 從天就在用那個禮堂做音樂分 他甚至後來幫老朱的大寶 我們後來成立了經驗管學院 也是因為有他很支持教育 所以臺灣的音樂教育是非常重要 我順便講他 我自己跟台建議員 台老師也關心我們 依舊成立要三次會的提議制度 他幫我提議 當年他家裡下午到了四五點鐘 就會有侯子到這個院子去 然後他有個雙胞胎胎胎 對孫子 那個時候遊行小禮的背道 他那個孫子很急了 去去找把另外一個人 他的兄弟的人進去找下來 很多那個故事在裡面 很多文學界的文會 可以去保護他們 他們也是因為台老師 是有一些學生的狀況 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自己是一部老師 被台大趕出去 書社不讓發出 我記得那一年的那個音樂 我會去看他 等等之類 因為台大其實是很粗暴的 我也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您要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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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這個 普及歷史建築 或基礎建築 跟聚略生育的同伺 在一個聚略裡面 它也沒有一間的 它也有歷史建築 所以它就統統可以建築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這個範圍 範圍擴大 包括我們現在覺得的地方節 地方節範圍也很大 地方節也有很多新建建築 地方節它也可以蓋 可是它有結婚 但是這個如果說我們自己把範圍做得很小 那這個文基督街的固執 已固執變成斷斷的續續 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是文明不要報導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深思這樣 我剛剛看了幾個的報告 多半是片段的 支禮的 然後我們也讓我們去看的建築 建築文明 那注意背後的歷史故事 如果是巨多 絕對不是在發的六期的這個建築文明 更多五期的文明是會不會更深入 深入口下的歷史 我跟委員沒有主席報告 迪化其實不是都市計劃管制 不是聚落 現在台北市有聚落的 大概就是那幾個眷村 因為它很清楚 大概也沒有其他 那整個其實我們承辦單位還是建議 這一個先把它列成可以定的範圍 那後面兩條都不要拿掉 再去討論 從這邊開始 該加的再加進去 因為它真的涉及都市立化的影響非常大 然後還有稅的問題 反而減稅的問題 好 我們也請了兩批委員 我們想住今天也要鎮固我們的一個工作成果 所以說明一下 這個剛剛有提到這個狄化街 那個狄化街是因為這個狄化街 這個歷史的發展很少 所以那時候我們這個公司 還沒有這個往邊之前 我們先用狄化街的方式去做這個保護實施 那回來到我們溫座這個問題 其實剛剛各位我也有提示了 其實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就是一個獨棟獨棟的話 是不是具有這個狄化街的成果 另外一個 遠光以來 它是否成立一個建築區 居落 然後如果依照剛剛委員有提示過 依照這個狄化街的實施條的話 我們看就是非常暫同 因為於獨棟獨棟獨棟的地方 剛剛的這個區域的發揮 裡面的格局之類 那可能在那獨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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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行啟動 進行這個狄化街的程序 謝謝你 那再提醒 獨棟獨棟 獨棟獨棟可能是發展緊急的 大概有旗區怎樣 然後北邊的那個叫做 叫做那個 那個… 清田間那一代 就是當年因為沒有虛弱建築 只有個別的歷史建築古兵人生 所以這個指定之後 另外再由發展群 再畫一個歷史風貌特區的 沒有做法的計畫 實際就做了 當然就剛問我講的 可能歷史建築就看照歷史建築管制 不是什麼的 那非歷史建築的女朋友去風貌特區 跟那個文化界是類似的 所以他該有權要蓋著 這個還是要蓋著 這也沒問題 那我們這一區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是有居俱樂建築群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們現在當然 我們先前幾次 剛剛看的就是個別的建築 我建議就是把剛剛的居俱樂建築人的這個詞 還是把它寫進去取學的話 我們再重新一下 那第二件事情 我們幾句說話還是在文理這一部分 那就是將來各種的核心區 那現在他們這兩個現在已經 所以剛剛副作者講的 我覺得第一條跟六條還是就跑出來 就比三條我們暫時不談 那個一、三、五、七、二、四、六、八、六 還是暫時比較簡直 就是我們現在藍北的兩次的這個 那是不是未來的核心區呢 也包括了其他實際在各處的歷史建築 這個一看我們將來的 所以可不可以提報單位 幫我們做的資料就是一個產業的資料 那第二點呢 主理的資料就是 但是我們剛剛講 這個一、九 一、九 就是第一次的那個一、九二 一、九三的那個 一、九三二 因為我們的現在的這個範圍呢 有一部分不是在一、九三二的這個範圍內 應該吧 因為公共出貨 我看這個推銷的 可能像這一代都不是在一、九三二的範圍內 所以我相信在一、九三二之後呢 應該還有個資料 過大的範圍 大概才會把這些範圍也都涵蓋進去等等 才會有些的什麼紙張 這也都是輸出嘛 所以你又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教授 當這個教授好像也在對 但是還是說我們另外請問調查怎麼樣 但是提報單位呢 應該告訴我們文理這個事情 人體風暴是這樣的 但是文理這是首要的 就是我們廷花界也是有文理 所以像北邊的那個新田街也是用文理來處理 當時就是這個1932年這張文理來處理 所以這一代的文理呢 有沒有辦法把它標出來 所以我剛剛一直提醒你 你的範圍呢是涵蓋的 因為根據那個事實條 就是維護聚落建築群並保全其環境 是額外的 環境怎麼要是額外的 直到第三個步驟 不就在裡面處理 第三個步驟去處 最後那個文理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還沒辦法定 好 範圍這個事情沒辦法定 就是聚落建築群的範圍 那當然我們可以把它 我們進去有好的建築跟還有文理 就是我們要把他移建築 我們下來聽這個事情 怎麼樣能處理這個事情 好 那是不是我們其中呢 還要拜託你來這個事 就看自己怎麼改變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就留 就依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們就這次的禮辦的三個 三個禮辦建議裡面 我們維持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 那個歷史範圍我們遇通過 另外兩個我們就不予 第二個還是要 因為說我們都覺得有 有三十五六七八症還是有價值 在看照這個 所以我們還是維持維持維持 對 維持維持維持 然後第三個我們就 未來的核心的我們再說 但是裡面的文字的鳥屬 有些還在修正 像公共注射的範圍 不是非類似的 旁邊是非類似的範圍 就是一個什麼 第三頁的那個 有海陸有毒 可能有個誇號 然後後面的和平動物 那個木造建築 你把它刪掉 看看會不會是怎樣 第二個 對雲和街117-1號是指哪裡 黃色的小的那個 還有在哪裡 在余道維的下面 對 這個 黃色的 那個是那個 你看看要不要料 我們現在看不太清楚 那這兩個還是列 解除列生那幾個字 把他解除 還是維持在列寫維持維持 對 一個後面的 那個是房子不行 但是文理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不要顧外在討論 是 來 請問是不是再提一下 剛剛那個視頻的這個結論 那個12的 瓜谷12的部分 就是維持列車最重 對 這樣 然後維持列車最重 那個也請主席同意 是不是就進入第二階段 要辦公廳會選 然後就開始 好 各位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三年禮拜一屆 就是第一項我們維持列車最重 然後我們會請後續的 關於這個聚落建築區的一些 後製去工作 我們也會請主席 一個專案小組 第二個就是 我們第二項所表律的這幾項的建築 我們還是維持列車最重 那麼第三項所表律的這些建築 我們就不以列車最重 是不是可以行為 同意這樣一個歡迎見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照這樣一個建議 我們繼續看評價 謝謝 好 給我 好 給我 第三點檢是95年 你是進來的 但是我們就暫成第二項所表律的 這就是95年 好 應該是幾條 我一直是95 對啊 是不是那個都95 暫時會是95年 我們在前期的第三項 還是列車最重 因為95年 我們只有新法律的1.5 它還沒有一個身份 暫時 繼續確定嗎 有沒有人研究 又要關鍵的在這 如果按照我剛剛關鍵 包括兩件事 一個是提供分析方面的資料 第二個提供分析的資料 分析資料的差異一定看待這件事情 分析的資料去看待 分析兩次的範圍 要不要我們就是 決議就是第一跟第二項 第三項不列入決議 暫時不用 因為還包含文理梳理的部署 接著接下來繼續辦理公平會 接下來要進去 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們就維持第一個跟第二個修正 第二個還是維持第三項不法的 第三項不法打掉 好 謝謝各位 來 我們今天是一兩站 我們先針對剛才 李委員提的會議紀錄部分 提出說明 回答一下 剛剛李委員提到 剛才那個羅斯波四段 七四七六以及九二九四 是不是 都是一床一床 那我們剛才要確認 就是七四七六是一床 九二九四是一床 而且在這個 當時的這個紀錄的 第一大點的第二小點 也有寫到 均為一床的雙拼件 以上說明 所以這次的分路歷史建築是有兩棟的 而且是兩床的 所以這次的分路歷史建築是有兩棟的 所以這次的分路歷史建築是有兩棟的 歷史建築是有兩棟的 二棟的分路歷史建築是有兩棟的 然後我們跟農事所宿舍 我現在不曉得那個是不是農業改良廠的宿舍 因為我班廠再提醒他們第二棟的農事所宿舍跟農產廠 因為我們後續的那個後面的信散線 後面還有其中還要再存立 我們最後再直接說一句好了 好 我們現在繼續繼續看學習好看 離安山 愛永 大土區重慶北路2到118號114校27號借務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等案依據文化遺產保存法第17、18條 補及指定及備職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 備職審查及輔助辦法代理 案例情形一 等案建物門排為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118號及114校27號 分別坐落為大同區延坪段1小段223、209地號等兩棟土地 建號為董小段259、362檢號 政策單位稱得同建設開發股販有限公司 申請自行化為本市大同區延坪段1小段 608地號等24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本市都根除以106年6月26日 談請本局確認前接兩筆帝號上 這建物是否涉及疑似歷史建築前立點 案例情形2 本局於106年6月29日韓庫都根除 前接兩筆帝號上建物為本市列策建物 請都根除協調申設單位向本局申請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事宜 並本府都發局於106年12月6日韓請申設單位 因相關規定向本局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事宜 案例情形3 申設單位於106年12月11日韓送相關資料獲取 為確認該建物是否具文資保存價值 本局最名值權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 條規定集中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案例情形4 本局於107年1月12日辦理大統區重慶北路2 到118號114項27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為薛琴委員等4位委員 有關重慶北路2到118號建物 一位委員建議登陸維意識建組 三位委員憑估具文化資產價值身份 重慶北路2到114項27號建物 四位委員兼憑估具文化資產價值身份 一位按結論 專案小組支援開意見 後續將一文資法規定 續航本審議或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待要如下 重慶北路2到118號部分 建議重慶北路支地面處理 應盡可能保有歷史元素及牆面線 提供批登參考 二 118號棋樓行政地面 保留那路未來開發 岸新建築退出規劃之空間 三面對重慶北路2段三層建屋 地面除一樓棋樓外 二三樓開口 物及細部易經濟比例良好 此建物連帶供已久 經多次用途變得使用 早已改變原有風化 不具文資價值 建議解除列管 避免有裝飾浮雕特色 可遞入都更設計室內或室外保留元素 未來都更事業計劃 應保留其樓 延續街道景觀 重慶北路2到114香27號部分 一 武功法及材料之特色 建議不具文資身份 二 本建築應建築於日據時代末期 建物外觀已破損 且類似構造於本區多建 重複性高 參與大道成若干介入騎士類似 前友們 南後方有天井 小之井 左右分別為儲測 不具文化資產家的身份 他本來文資 古老高興委員參與 吳建琪 那這是他故事更新的範圍 就是包含他洪旭燕瓶 燕瓶段1小段6808 1號的24里土地 然後其中重慶北路2段118號 114香27號 建物為本區列車建物 然後118號的部分就是座位於623例號 然後114香27號座位於699例好像 就是他的現況照片 就是重慶北路2段118號的外觀照片 然後他的一樓目前是座位藥房在使用 二三樓的部分只是一般的住宅在使用 就是114香27號的建物外觀的正面跟片面照片 請為了參與 然後屏幕報告部分 他建築規模 重慶北路2段118號為加強專造三層建築物 重慶北路2段114香27號為專造二層建築物 除了建物跟土地居為私人 然後土地使用分區是貴產投償業區 價值分析部分 文化局107年1月12日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附許委員多認為本案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解除列策 文化資產價值建立 為建其他重要歷史資訊 意外具備塗出歷史價值 建議不具保存價值 後續開發而鼓勵所有全能建物使用單位 以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案名辦一 本案你請同意一專案小組委員建議 那同須重慶北路2段118號 114香27號建物 屬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入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並同意解除列策 二建議於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序中 交易面裝設計其油元素 並同納入設計考量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議 並一審議決議辦以後續 你們要上報告 好 相信德基辦理答案 今天有聖格不要發言嗎 我們針對禮拜一見之後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針對我們就通過禮拜一見 謝謝 諾瑜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個意案 審議案4 之後審議案5以後的 訪勁的相關單位跟群眾 讓各位移到下一次會議進入這裡 接著是審議案4 案由直轄市令和 及蒙甲清水鹽修復計劃審查 及本身定和普及範圍審議案 依序方法是文資法保存 文資保存法第17條 5G指定及配置審查辦法 文資法第24條 5G修復及待利用辦法 法第13條 辦理情形1 蒙甲清水鹽 是74年8月19日公告指定為古蹟 古蹟地址為萬華區康定路81號 土地及建物為財產法人 蒙甲清水鹽主持廟所有 2 蒙甲清水鹽原為3G三開建格局 民國58到60年間 應配合長沙街道道路破壞工程 依據當時土地管制規定 商業區內臨接寬達8公尺以上道路 之建築基地 應退縮3.64公尺設置人行道 造成用戶籠 裏面戶籠 用戶式部分遭拆除 嚴重破壞祖師廟傳統建築對稱性 3 105年5月 財產法人蒙甲清水鹽祖師廟 陳情計畫將被簽署的優戶籠原貌修復 以恢復祖師廟完整的形貌 4 因恢復優戶籠原貌 涉及長沙街二段路幅縮減 現有人行道設施物及寬度調整 本局分別於105年5月19日 辦理優戶籠入園計畫 即是以信言上會議 請會員想附件2第8到11月 11月2日辦理復原方案討論會議 並於105年11月22日 107年1月26日 辦理現場會刊 請委員想附件4跟5 期間於106年3月16日 106年11月27日 審查誘護榮復原設計書組 並請財產法人蒙甲清水鹽祖師廟 委託建築師向相關單位協調 行為原貌重建組織廟至優戶榮 所需辦理路形調整規劃方案或一件 5 本局在於107年6月22日辦理審查會議 各單位原則同意配合蒙甲清水鹽祖師廟 967、967之3、964地號等三底土地 其中和中段二小段967、967之3地號 屬於財產法人蒙甲清水鹽祖師廟所有 964地號土地屬室友 管理機關委和補新工處 另外後續修復工程 建議將用戶榮納入補激本體範圍 7、本案古蹟修復計畫 1、古蹟修復旗再利用辦法第13條 提送門捨營會審查 那這是那個蒙甲清水鹽的地級地形圖 它在967地號上面 967、967、967、43是屬於清水鹽祖師廟所有 旁邊的964是新工處 那這是祖師廟的正面 用戶榮的現況圖 現在是這邊是長沙街二段 那除了這張圖是 祖師廟他們曾經做過一個文宣品 那除了淺紫色覆蓋的範圍之外 其餘是祖師廟希望修復用戶榮之後的 示意圖供委員們參考 你辦,你請弘毅直轄市第五基 蒙甲清水鹽修復計畫 二,你請弘毅用戶榮大陸直轄市定古基 蒙甲清水鹽古基本體範圍 公告事項一名稱蒙甲清水鹽 二種類寺廟三位置或地址台北市萬華區 康定路八十一號 四,古基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古基本體為蒙甲清水鹽建築本體 兩殿、兩廊、兩戶籠 建物為萬華區和中段二小段八四八建號 登基建物面積為927.78平方公尺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萬華區和中段二小段 九六七地號該比土地面積4195平方公尺 及九六七之三地號該比土地面積25平方公尺 以及九六四地號該比土地面積240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實測數據為準 五,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一 蒙甲清水鹽為大台北地區祖師廟之祖廟 一為萬華地區重要宗教信仰中心 供奉主神為蒙來祖師 建政早期移民安息移民歷史 及蒙甲市街發展歷程 對臺北城市區域發展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二,蒙甲清水鹽為兩殿、兩廊、兩戶籠格局之寺廟 其正殿、三川殿、過水廊、左右戶籠間彼此相連 戶籠後側並有兩層隔楼之特殊作法 其真替格局為臺灣傳統寺廟代表類型之一 三,現存建物多水龍至年間遺留 並使用臺北地區少見的鎮店看後穿廊作法 左右布隆對稱性為蒙甲清水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招顯建築工整格局及五圖封茂 四,佛羅古古基指定及備時審除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123款是根基準 那及請本審議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以上謝謝 好,我們先登記辦理單位一起辦理 好,那今天詞容熙技術師事務所要報告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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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主席,然後各位委員大家好 然後我們下來進行有關於清水鹽修復的計劃 那包含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把優布隆修復完成之後 它一個國際身份認定的問題 因為它有部分的土地會牽涉到剛剛提到的 好,就是它是屬於清風修復的一個用力 好,那這是相關的剛剛提到的它一個基本資料 它現在的格局大概是兩電 三川內跟正電 然後呢,後電災、火災 所以剛剛有一個圓貌、火災圖 那下一頁 然後這是它相關的一個歷史 那我在這邊就不再做太多的一個贅述 好,下一頁 那它相關的一個史料的一個資料 可以看到它當時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揭闊的一個格局 好,下一頁 然後呢,它是整個修建的整個歷程 然後呢,包含了在前五十三年的一個新功 同志六年的一個重建 然後包含明治年間的一個學校的一個使用 好,然後最後在昭和一十五年 然後另一個倒塌 那至於佑護龍它的一個狀況 是因為在民國六十年 佑護士是因為 還有多次亞道路特 它必要在商業區 退縮3.6米的一個法律規定下 所以佑護龍做了一個退縮 做一個拆除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次我們要進行一個 一個古蹟本體的一個修復 然後修復後 那還有本身身份認定的一個問題 下一頁 好,然後這是當時整個修復的依據 可以看到,這是在年間的一個整體風 然後我們現在被切除的方法 就是佑護龍的這個三角形的一個區塊 那是當時一個全貌的一個復原圖 下一頁 好,然後這是它相關一個平面的格局 在當時目前針對佑護的一個部分 目前被切割的是大概這一個區塊 下一頁 然後呢,基本上它的文化價值當然是非常高的 所以包含了整個閩南西的一個建政 我們講跟大道成的一個消長 還有同志年間的一個重要構築 然後也包含了整個內部的一個正刊 跟刊後穿欄的一個作法 然後還有大量的文物的一個保存 下一頁 然後這是當時我們既有的照片 可以看到它原來的原貌 是一個完整的一個七台間的一個風貌 下一頁 好,那這是我們 這是要助援的一個重點 就是佑護龍會拆除以前整個街景 整個風貌的一個建議 基本上都有非常完整的資料 做我們修復的一個依據 然後這可以看到它非常重要 除了六部龍的一個部分 還有二龍 然後裡面是二龍 然後裡面是二龍